OK 這台車大家看一下 超髒 真的超髒 所以這裡上次停車的時候還去刮到 黑卡島播放音樂 出發了 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是 往那裡走 哈囉大家我是YES 歡迎回來到我的頻道 話說好久沒有騎車出遊了 這次我們安排了一個 非常愜意的行程 帶著一台 功能堪稱最頂的 安全帽藍牙耳機 那就是 如果你是在找一台最頂級的 安全帽藍牙耳機 恭喜你找到了 這次卡島全新出的Petal Pro 再一次把安全帽藍牙耳機的功能 全面提升 超越了前一款Petal Edge 所帶來在騎乘上的便利 首先 這款Petal Pro 在硬體的部分 搭載了最頂的 JBL 45mm的耳機 不但能提供最佳品質的通話 也能讓騎車喜歡聽音樂的你擁有最好的音質 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 可以看到關閉音樂 沒錯就是非常方便的語音控制功能 當然它除了可以用來開啟關閉音樂之外 還可以用來調整音量 接聽通話連線等等 一嘴搞定 不過這些就有的功能 不是這一次Petal Pro的重點 這些我們先前在開箱Petal Edge的時候都有介紹過 如果想要了解 更多可以點選右上角的連結 有更詳細的介紹 這一次我們更專注在這台Petal Pro 所擁有的全新三大功能 第一個是 這一次居然出了一個自動開關機的功能 在我實際使用後覺得就很像是汽車的怠速熄火功能 在它偵測不到你移動的時候 會自動關閉進入待機 但當你拿起安全帽有在移動的時候 又會自動開機 完全實現解放雙手去操控安全帽藍牙耳機 會像我在一整天的使用後 我真的完全沒有用手操控到這台Petal Pro 只能說頂級就是頂級 那在我實際測試它的自動開關機功能呢 大約會在靜置一分鐘的時候進入關機 但它在偵測開機的部分也相當聰明 我們現在來測試看看 究竟我在拍桌子發出的震動 會不會讓它直接開機 而且我在輕微移動的時候 它其實是都完全不會開機的喔 你看 但是如果我們大力一點拿起來這樣 晃動的時候 它就會自己開機了 所以它的偵測其實 就是不會讓你誤觸 達到一個真正的節省能源 節省電量的功能 那這一次不得不提到 我們在深山裡來到的這間咖啡廳 雖然價格超群 但是老闆對於咖啡的執著以及熱愛 再加上店內用著200多萬的音響播放著音樂 還有那壯觀的山景也算對得起這個價格啦 雖然我不是很懂咖啡 但一杯熱咖啡 左邊是土城 右邊是板橋 後面是五谷 坐在椅子上 就能盡收眼底 可不可以相當的愜意啊 喝完咖啡當然少不了了 就是來一點甜點 讓這個幽蘭的午後嗨起來啊 這家甜點店就在北部的朋友要去台七 熟悉的轉角處附近 這邊吃 這邊吃 對 三個都這邊吃 對 好 哇 聽老闆娘說很多咖啡店都是跟他們進甜點的 這家呢是我在網路上查到的叫做甜食坊 店內的裝潢酸樸素 但甜點卻相當的特別 我這次點了兩個達克瓦茲 一個是蜜香紅茶 一個是花生香菜 蜜香紅茶吃起來甜而不膩 花生香菜則是相當特別 而且散發著濃濃的花生香味 而這個甜點的口感卻很像是馬卡龍的感覺 外層蓬鬆 內層柔軟 另外一個蛋糕呢這是清凝乳酪 檸檬的香氣十足 但又不會過酸 也不會過甜 吃兩個也不會膩的感覺 沒想到這一次在深山裡 在這麼道地的店面 可以吃到法式的甜點 吃了各位 你們現在呢應該可以聽到我的聲音 這一次呢 Kado跟我們的Insta這一台S Pro 還有包括最新出的S Pro 2 都可以直接用安全帽藍牙耳機 連接到我們這一台的運動相機裡面 然後來去做收音的動作 這對於一般人如果想要錄一些機車Vlog 我覺得是一個超方便的東西 因為你完全不用再購買任何的麥克風設備 那這項功能的收音呢 其實我在靜止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它的音質是算還蠻OK的 但是呢 如果當我們到高速的時候 我會覺得它抑制風切聲的關係 所以它的收音品質會更像 我們在連線當中的那種通話品質 就變得比較像是無線電的聲音 我們現在位於 洛宇松這邊 非常的漂亮 雖然說 這個季節才剛開始 現在呢 11月到2月這個洛宇松的季節 比較可惜一點就是還沒看到它變色 如果你騎車 剛好呢 也想要來散散心 或者是跟你的愛車一起拍一張 帥帥的照片 我覺得這個地點呢 洛宇松公園 非常的適合 現在收音呢 就是用我們的Insta S Pro 以及這一次的Coddle Petal Pro 所連線收音的 那Petal Pro 不但可以與S Pro 連線來去做單獨的收音之外 還可以使用Coddle的 DMC動態網狀通訊系統 第二代與其他的Coddle 來去做連線 並且可以收入整個群組 通話的內容 靠優 他有點忘了拿手套 我們現在到 宇賢博物館 龍潭之光 鄧宇賢 該不會就是這一座吧 講到鄧宇賢 大家可能不認識 但是鄧麗君 鳳飛飛 大家總知道了吧 早期有唱過一些 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 像是 雨夜花 望春風 月夜愁 四季紅 皆是由鄧宇賢所創作 合稱四月望雨 而他也被稱為 台灣民謠之父 如果 講了這些你都還不知道 那我想 聽了這個旋律 你可能會想起 這首歌 我記得沒錯 很像是 小時候 我們上音樂課的時候 那個吹紙笛 都在吹 音響很深的是 那時候很多人都會把紙笛 裡面的口水吸出來 我真的看了不行 真的不行 超級不舒服 那其實現在呢 很多人都說 現代的歌少了一位 我覺得那也是無可厚非 畢竟早年的台灣民謠 集結了那個時空背景的 傳統文化 氛圍與鄉土氣息 在現代資訊發達的網路社會 造就了多元的文化 該怎麼說呢 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吧 因為已經是完全不一樣的生活型態 文化底蘊了 很難引起像當年一樣的共鳴 好的很特別 我們來了才知道 就是這邊呢 其實 呃 是叫做台灣音樂館 因為之前這些 對以前的資料 在一個 客家文化館那邊 然後都 那時候 還要展 所以 這邊就沒有拿到 那後來呢 才改名 但 Google評論上還是這樣寫 所以我就問了一下 這邊的工作人員 然後他說他們沒有去改 雖然說 我們這一次 鋪了一個空 就是沒有看到太多 鄧宇賢的一些資料 還是一些 生平的 什麼東西 不過 在這邊呢 也勾騎了 蠻多的這些 可以 那時間呢 也來到了班晚 今天呢 也把這台車 騎好騎滿 在回程之前呢 安排了一間 歐風料理 叫做 南法玫瑰莊園 也貫徹了本集 探索深山裡的 料理種子 只是沒想到 我們到達的時間 已經伸手快要不見屋子 甚至一度懷疑 是不是走錯路 還是查錯地址 不過夠偏又夠黑 我喜歡 畢竟能開在這種地方的 應該都不簡單 那我點了一份 紅酒燉牛肉 我只能說 整道餐點 非常滿意 麵包酥脆 淋上肉汁 搭配軟嫩的牛肉 果然能開在這種 偏遠 或是深山裡的料理 都很難採雷啊 那在補充完體力之後 時間已經來到了 晚上8點多 回程呢 就要面對 漆黑的山路 而在這種 深夜的時刻 不得不說一下 這台PETAL PRO 可以守護你安全的一項功能 那就是碰撞偵測 在一打開這台PETAL PRO後 系統會需要你設定一位 緊急聯絡人 當他偵測到你發生碰撞的時候 會自動發送一封簡訊 把你的位置告訴 所設定的聯絡人 而這項功能 也更保障 歧視在真的發生意外時 如果處於無意識狀態 也能夠第一時間 讓你的聯絡人了解情況 並提供協助 而這項功能的誕生 可以讓出遊騎乘更加安心 當然如果在零道 或是一些 off-road的地心 碰撞偵測這項功能 也可以透過CADLE的APP 來去開啟或關閉 避免誤觸 而在使用了一整天 CADLE最新的這款PETAL PRO 簡單來說 就是在旗艦機內 再新增了一個動態偵測 並經由不斷測試後 衍生出了增加便利性的 自動開關機 以及保障歧視 發生意外的碰撞偵測 另外則是在耳機的部分 搭載了最頂的 JBL 45mm的耳機 在我一整天的使用下 只能說 這台PETAL PRO 是目前最全面的 安全帽藍牙耳機 只能說 科技始終於人性 而功能如此強大的 安全帽藍牙耳機 真的是用過一次 可能就回不去了 很快啝